买个扣子 第二大呀 我对你好 你对我好 咱们这叫相好 你不能说老是我吃亏呀 是吧 吃饭也我花钱 出去也是我花钱 什么事都是我的 一到找你帮着忙 你把那地给我 哎呀 我累呀 你这那没法交朋友了 什么叫朋友就是 哥俩好要一第二大 所以说文臣武将打 金殿下来之后 心里就知道江山完了 有这样的人亡地主 设计堪庸 但是咒王跟打击很开心 好刺激 一个大活人绑着铜柱子上 灰飞烟灭 高兴 这个没想到 早就应该有这个呀 高兴 赶紧到晚上了 这个炮烙这柱 推着后宫去 还蓄上煤 还让他这么烧着 赵王说 没人哪 就没有什么人 犯了王章 咱们还能用呢 打击开心 您看 跟前一指这桌子 哎呀 板筋哪 鱼豆腐呀 羊肉啊 烤吧 就是这点火 跟这烤 俩人跟这撸着串 高兴 赵王真高兴 拿一大串腰子跟着啃啊 啊 俩人跟这开心 吃着喝着呢 那一会儿的工夫就得 有一个固定的表演的节目 啊 就是打胶 跳舞了 嘿 我也不知我这个舞蹈是跟谁小的 啊 反正我想就是这样啊 这儿跳舞 赵王得唱啊 风轮堡唱 井飞唱 举是倪金 乔阳壮 曲曲远山 飞翠蛇 这儿唱 旁边还有一叫 滚娟的 大公牛滚娟 滚踏踏踏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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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小就不爱这个玩意儿 哈哈哈哈 一个我 一个鱼签 我们俩打心里面就是触头 不爱来这个啊 为什么呢 这 这属 属后台讲话啊 我有嘴 我用那玩干嘛 就跟唱戏似的 是吧 就是这大舞声 这圆茬一圈圈跑的 你看这开打 三张桌子 哎呦 人家翻下来 哎呀 那是好 你来 我费那进 我有嗓子呀 我站那唱就够了 谁受那个嘴见 但凡有主 这 这 这 细班后台的老话 因为 这不是说 我拿我说是 好些人都是 人家有嗓子 谁还受那个嘴啊 对不对 你费这么大劲 练十年 哗才来这么一件 这时候站在那 另一颗驰上 啊 掌声雷动 谁受那个嘴啊 好 对不对 滚圈打得好 好 好 踢了他啦 踢了他啦 这仨人 这小组合 哎 周王打击小滚圈 对 这仨人应该出去巡演去 挺好 您想啊 宫里边 除了他们仨人这么热闹 人其他的都得睡觉 周王正经的仨媳妇 中宫 也就是正宫 皇后 是江皇后 父亲呢 是四路诸侯之一的江桓宠 那也是中梁之后 正宫娘娘 还有西宫 皇娘娘 新庆宫的杨娘娘 人家到点该睡觉睡觉了 啊 一瞧表天不早了 啊 要 上表吧 啊 那天头也没有表 啊 江皇后天不早咱睡觉吧 躺下了 啊 刚躺下 听那边 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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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周王好好的地方 不想过 好吧 一会儿听那边 听他 皇后坐下来 谁这是 啊 今天这个宵夏晚会来着早啊 宫里有庙会是怎么的啊 问问吧 有宫儿财女 说跟皇后您回 受先宫 陛下跟这个 苏美人 弹唱歌舞 哦 哦 这个打板的这个是 滚娟 哎呀 到这个时候了 陛下还不休息啊 啊 来呀 百驾受先宫 我得看一看 皇后要不去啊 其实也就没事了 这人哪 有的时候也就是这个 一件事情的错 啊 就引出好些个错 老话说就是 一步没赶上 步步赶不上 去吧 打这坐着脸 赶奔受先宫 没多远 都在 都在一个景区里边 啊 哎这不远啊 离这远了也听不见呢 是不是 来了 受先宫前 下了居年 有人往里边去传 祈祷陛下 啊 将皇后到了 啊 都往这儿唱得正开心呢 啊 好 请 苏美人 你去接一下皇后 为什么得她去接呢 身份在这儿了 人家是正宫的皇后 母一天下 你没有名分 你就是一个 美人也好 偏非也好 啊 所以说 从礼仪来说 需要去接 是 苏达就出来了 啊 来到外边 接皇后 皇后都没拿正眼看 这儿进来了 先得 给周王行礼 哎 子同免礼 哈哈 来来来 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 坐在这儿 这个 还没有休息呢 啊 哎 这就是新来的 苏美人 他乃是宫中一宝啊 美人 谈唱歌舞 嗯 这意思 显摇显摇 苏达就再来呗 是吧 啊 旁边的滚娟 也是好家伙 啊 来 就这过程当中 江皇后 都没聊眼皮 就这儿坐着 眼观鼻鼻 关口 口问心 沉心 夫妻 啊 不抬头 这两位演完了 滚圈到最后 踢踢 踏 还是唱快板的 啊 苏达记有点 扫目大眼的 怎么呢 也没人叫好 自己还挺卖力气 跟着啊 各式各样的 哎 周王回头瞧瞧 子同 此宝如何 这是我的宝贝 此宝如何 皇后叹了口气 陛下 天有宝 日月群星 地有宝 五谷风登 国有宝 国有宝 忠臣良将 家有宝 孝子贤孙 望我主 圆美色 圆坚定 且身性肾 设计性肾 站起来 行了个礼 转身下台阶 走了 说的对吗 说的太对了 你说这是宝 这哪是宝啊 我告诉你 什么叫宝 汤汤汤汤 一说 说完之后 就您现在这事 干的不地道 以后少搭理他们 干点正事 没能说的太甚 不合适 终归这是王啊 这说完了 走了 哎呀 这王扫得很 你要说别人跟他说呀 他能翻脸 皇后说 揭发的原配 在心里边尊重人家 而且人家他父亲 四路诸侯之一 将还除 那是威震四海 有名望 说这话 还嘴巴 还不上来 说听进去 又听不进去 心里别扭 哎呀 这个姿势难拿 再一回头 苏打几哭得 就跟个水人似的 哎呀 雪了得了 哪来那么个娘们啊 我们以后再也不跳舞了 这不是苏打几这 这哪一泼腹这是 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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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又哭又嚎 滚圈白板也拽了 以后我们不打这破玩意儿了 这个东西啊 还要是迷了心窍 拦是拦不住 这王心疼啊 赶紧站起来 没人没人 缠起来 别哭 哎 故好心好意 叫你弹唱歌舞 哪知这贱人 他不是好歹 改日我废了他 立你为后 这人有时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 这个他要是捉到了头 其实是没有人能拦得住的 你看这个话 就不是一个皇上能说的话 啊 这不是你家里边 两口子过日子 这是国家大事 全部我没有 都不重要 就是你最重要 那么当天 周王就喝多了 啊 等周王回去睡觉 打起回着自己这儿 身边只剩下滚圈 俩人要说点 踢戏话 就滚圈的低头不语 就跟这儿 贴身的大宫女啊 啊 就跟那儿站着 打起喝了口水 把杯料去 回头瞧着他 滚 滚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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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不是叫我滚吗 我那是昵称 您往常不是喊涓吗 哦 说反了啊 过来 小滚 那这事儿怎么办呢 恭喜娘娘 贺喜娘娘 喜从何来呀 百王今天说了 要废了江皇后 立您为皇后 那时节母仪天下 岂不是大喜吗 哎呦 他是这么一说 但这个事可不是那么简单 哎呦 哎呦 娘娘 这成事在人 谋事在天 天下没有成不了的事 就看您想不想 您那么聪明 是不是 嘿 死丫头真会说话 那你有主意没有 我哪有主意啊 不过这个事儿是这样 您瞧 您在深宫也不得出去 我好歹是个奴辈 所以说单凭咱们这事儿不成 他得有一个官儿啊 给咱们帮帮 嗯 说得对 满朝文武你都认识吗 我都知道他们呀 嗯 那你看谁坏呀 您这叫什么话呀 咱得找一坏人呢 因为咱们就是坏人嘛 只找一坏人 才能给咱出坏主意呢 哦 嗯 我个人觉得哈 嗯 中简大夫费重 此人可用 娘娘不如 把他招来 嗯 您跟他商量商量 费重啊 啊 我知道这小子 这真不是个好玩意儿 不是吃好粮食长大的 不是块好饼 这娘娘是天桥出身 小利嘴这个卢灰渣子 天桥话啊 但有一节 不能招他进宫啊 招他进宫 耳目众多 躺背 旁人看见你 话虎不成 反泪其犬 哟 娘娘 那这样吧 您写下 您写下小简一封 您写个条 啊 我出宫给他送去 这家伙很聪明 啊 他一定能够做到 行 嬷嬷 我写 你这哥们啊 说写就写 来个条 啊 拿笔拿纸 亲爱的小飞 你好 我是 你的娘 你的娘娘 现在有个事呢 要跟你合计合计 我呢 憋着害人 娘娘这词是水啊 大致的意思说了吧 因为这个书 你这个讲点文言词再分析 没有意义 啊 很简单 就是你给我出主意 我要害皇后 写完了 弄好了啊 封上 你去吧 哎 要打这出来 本费重的府上 这一报 说滚娟来了 哦 快请 快请快请 虽然说是个宫女 那不一样 过去说 在相门前 骑品官呢 何况这是跟着 陛下的这个宠妃跟前的大宫女 这都能说上话的人 啊 快请快请 请进来了 让我这坐 这个倒死合适 就把这拿出来了 你瞧瞧吧 哦 好好好 打开一看 就咱们刚才说了点大睡词 啊 明白了 哦 好好好 哎 您先回去啊 这事交给我了 跟娘娘说 我竭尽全力 啊 我有夺了劲 使夺了劲 让娘娘 静候 佳音 好 有劳费大福 不客气 不客气啊 好 您慢走吧 滚娟走了 费重 坐在这琢磨 哪是那么简单呢 嗯 哎呀 叫做害别人好办 啊 比如说 娘娘 来封信 我就恨您这种一个二级的相声演员 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处理掉 这行啊 那是郭母啊 啊 江皇后 那玩儿 哪是那么简单的 是不是 是刚才那纸条夸我了 说你很聪明 啊 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宝宝 那不管用啊 啊 这可怎么弄呢 坐在这琢磨着 睡不着觉 桥楼上 鼓打三惊 还没睡呢 他在书房坐着 书房外边 人影一晃 谁啊 哦 大人 小的江桓 不知道您还没有休息 啊 那个 就是打扰您了啊 小的该死 哦 江桓啊 进来吧 是 一条帘子进来了 江桓 这个身高 现在说的又一米八旺上 大个啊 进来了 参见大人 小人惊驾了 起来起来起来 江桓 江桓原来是这个 江桓 江桓的家将 打东鲁过来的 江桓 是江皇后的父亲 他是江家原来贴心的那么一个人 后来呢 犯了很多的错误 让江家呢 就给开除了 出来之后 被废众收留 是这么一个身份 你从东鲁出来几年了 跟大人回 出来五年了 嗯 真快啊 在我这都五年了 是是是 我对你如何 大人 您对我天高地厚 显如今 有一件事情 交代你 可愿亡否 大人 您对小人 恩同再造 只要您说的出来的事 我是一定要办 好 明日清晨 陛下临朝 我把你 带进宫去 是是是 您让我做什么 你只干一件事 我让你 赐亡杀架 大人 赐亡杀架 小人我可不敢呢 哪怕什么的呢 都由我保全你这条性命 大人 我被擒之后 又当如何 你就记住一句话 是江皇后 让你行刺的 一曲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左八九十枝花 好 好 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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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来一个 就得往后数 十一十二枝花 十三十四枝花 这要是数半个钟头啊 说实在的 五毛钱充值都不值 谢谢吧 我得好好的说书啊 人家好多人都提意见了 你不能太那个 为了顾及现场观众的 顾及他们的情绪 他们好开心 我们看着那个时间 看着聊闲天的状态 我们的心在滴血 滴了二十块钱的血 人家说的也没错 是吧 当然现场的呢也没错 挺好 咱们就跟过日子似的 乐乐呵呵 你看就争取 争取某一天 从一摔幕的时候 咱们就全是正文 好不好 某一天 还不定哪天啊 这个玩儿 一人难称 白人心呢 你说那玩儿怎么办 你又活 这打击给我来一条 一个人哪 活在世上 要想得到每一个人的认可 那就叫痴心妄想 曹操那么奸诈 人家趁好些朋友 刘备那么宽厚 也有不少仇人 孙权那么聪明 会做人 两边都恨他 你那玩儿怎么弄 对不对啊 所以人活着 就别跟自己较真 他的实施 当然你要说 我有大的想法 我要如何如何 做出成绩来 你可以向司马仪学习 司马仪厉害啊 你就看整个三国 最厉害就司马仪 司马仪叫司马仲达 家里哥八个 哥八个 其实这么一说 不是司马仪厉害 司马仪他爸爸厉害 他们家这哥八个呢 名字都带个达字 人称叫司马巴达 他呢叫司马仲达 仲达就是行二 孟仲记 就这么排嘛 排第二的叫仲 司马仲达 高人呐 有狼固之相 狼固 站住了 人别动 后边有人喊他 站住了 身子不动 这脑子能转过去 古往今来据说 也就三四个人 有这特异功能 曹曹当初还特异的试试这个 后边喊他 再一回头 狼固之相 有这个样的人 据说有帝王之相 或者就是颈椎有问题 司马仪 司马仪这一辈子 就是一个字 忍 曹曹上车 没有那小板凳 他跪下 踩着我 让曹曹踩着他 上车 为了是忍啊 为了全数 可以安排人 把自个儿亲生骨肉杀了 金殿上同志皇上 他能耍赖 撒泼跟进去打滚 就是你想象出来的事情 人家都能做到 就这一辈子 这个生前 那荣耀之极 死后 做了王 做了天子 那最后你这三国天下 归于一同 落在人家手里边 对吧 得忍 人有时候这一辈子 挺要细琢磨 其实 好多人不成功 都是因为逞能 不能忍 就这个扮猪吃老虎的 这是最难惹的 马上摔死英雄汉 河里边淹死滤水的人 你说这就是你的能耐 打败了你 是吧 为什么说这个 马上摔死英雄汉呢 你说这种不敢骑马 他永远不会死的马上 我可别上摔着我 他没事 非那个逞能那个 你看我 踢着马 踏踏踏踏踏踏踏 蹬啊 踏 马上摔死英雄汉 河里淹死滤水的人 我可不敢 哎呦 我不敢下水 我害怕 不会游泳 哎呀 我怕水 洗脚都害怕 这辈子这个 死不了水里边 飞着那个天天在里边 浪里白条 浪里黑条 浪里紫条 浪里布条 最后淹死就热了 河里淹死滤水的人 纪晓岚写的那个月威草堂 笔记里边 不记载这么一组吗 这组啊 就是一跺脚望上一窜 能窜很高 站在河边 打这边一窜 能蹦到河对岸去 就轻功盖世 就这么厉害 有一天 喝完酒跟朋友回来 朋友哎 打这河沟 蹦这边你去 没问题啊 踏蹦那边去了 那边的河岸的边的土松了 掉到水里边了 水里使劲蹭 穿得很高 但是呢 他见高不见远 够不到岸边 连窜三四回 没劲儿最后淹死了 你这玩意儿不是因为你的能力把自我淹死的吗 所以说人活着不容易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揭演风神 头本 苟奸则废重 深夜之间 安排 家将将 将魂 要行赐周王 这主意挺缺德的 功高莫过救驾 嫉妒不如绝粮 皇上是正危险的夸你给救下来了 那这个功劳比什么都大 那相反 刺亡杀家 那也是灭九族的罪果 而且还告诉呢 只要逮着你 一问你 谁让你来的 就说是江皇后 损透了 这个主意 大人 那我的身家性命 包在我的身上 都有我呢 江桓 叩头表示感谢 江桓也是缺心眼 他是没跟说相上的打过教导 真的 哎 你不管 都有我呢 后边一句话呢 有你就没我了 他也没想到 安排吧 这会儿已经三惊天了 一会儿就该上朝了 提前安顿好了 费众是朝里的宠臣呢 带着人上朝 身边有这么一个 根本没人知道 提前就安排好了 无故天明 圣驾临朝 文东武西 列列两班 排班肃立 尤打这边 香烟缭绕 古月齐鸣 这王来了 啊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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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拿着匕首啊 啊 昏帮 马里走 这个不会成功的 啊 因为什么呢 金殿上那些个武士 御林军哪个是吃干饭的呀 哪能容你到得了跟前啊 当然人家要的 也不是真的周王杀了 啊 是借你来行使这个手段 这儿往前一冲 跟手过来 夸就按那儿 捆 绑上了 周王吓一跳 啊 这个事情可不是小事 就是何人大胆 他能混上金轮 愣住 啊 这文臣武将过来都护驾 费仲先说话了 哎呀 陛下 荣体无恙 啊 这是福大命大 造活大 为臣我 愿讨一道圣旨 审问刺客 看他背后 何人知识 他得抢这事干呢 你让别人审给问出来了 连他也都出来了 啊 他要审 那周王是肯定会答应 那最相信他 好 苏去审来 啊 有什么结果 啊 暴雨震知 下来了 找一地 这一问 那都不用问了 这都设计好了 昨天晚上都对了三遍词了 啊 你谁 我叫江桓 你哪来 东鲁 你的主人是谁 江桓楚 那你到此何干 奉江皇后之命 刺杀昏王 刺杀之后呢 要保江桓楚登基坐殿 了不得呀 这是豁灭九族的罪过 啊 这说完了 啊 签字画鸭 恩手印 拿回来了 陛下 臣 不敢忘奏 不要紧的 说吧 寡人倒要看一看 是何人 背后主使 口供望上一地 哎呀 把咒王记得 说书的老这么句话 三十人暴跳 武林 豪气腾空 两太阳冒火 奇窍生烟 咒王改了 拔火罐了 真生气啊 啊 哎呀 看见吃的了这是 要护食 哇 分两头 这边 郑公娘娘 我们的国母 江皇后 还不知道呢 跟宫里边正坐着 心里边不是资本 怎么呢 哎 有国有民 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样 心里愁啊 想当初 咒王天子 那是先帝最爱的儿子呀 真是文桃武略 力大无穷 脱梁换柱 满朝文武都夸他 那会儿 把他立为了太子 哪曾想现如今 信宠兼妃 朝刚不理 照这儿下去 我们这个天下可怎么弄呢 正犯愁呢 宫门开了 又大来 噔噔噔噔噔 大批的官兵都进来了 头一个走的 就是费众 手捧黄王圣旨 啊 倒在这儿 皇后不是怎么回事啊 啊 这儿 往前走 飘飘下拜 要接纸 没想到费众 把圣旨扔下来 自己看吧 啊 心说这个不符合礼仪 归程啊 但给我就看吧 接过来一看 手指哆嗦 怎么呢 就是直接问你 为什么次王杀架 谋朝篡位 让你赶紧承认 哎呀 这是天大的冤枉啊 费大夫 我要面圣 来不及了 现在只有一碗盛面 知道吗 皇后 你就招了吧 我招什么呀 我要面圣 面见陛下 我要好好说这个事 哎 我来的时候 陛下带了句话来 啊 如果不招的话 弯你的一幕 不招 挖你眼珠子 啊 皇后气坏了 好 拧挖一幕 绝不招成 没什么可招的呀 好 来呀 挖皇后一幕 说弯就弯啊 那是一朝的国母皇娘啊 有几个兵过来 摁住了 拿一家伙 汤浪一下子 把眼珠子就抠出一个来 当时这人就昏死过去了 列位 这个滋味不好受啊 你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比如说咱们这儿一开书 我念完定场诗了 你们刚说再来一个 然后我这儿一挪嘴 来几个御林军 给你就按在那儿 哗哗哗一弯眼珠子 看你们以后还听不听书 这儿弯完了旁边还喊 再来一个 再来再挖你一个 当然了 挖完之后你说我改了 我还还给你 没用了呀 好半天才缓过来 母一天下 一朝的国母皇娘 满脸的鲜血 弯去一幕 这个话说出来呀 就已经是往外挤着声音了 好昏昂 陛下可说了 倘若再不招 炮烙双手 这都准备好了 炮烙双手 这就不至于弄一大个的那个炮烙柱 单有小的像这个运斗一样的东西 也都烧红了 后边进来 二话不说 摁着手 就往上面摁 呲啦一声啊 皮胶肉烂 哎呦 江皇后倒在雪坡之中 心里边就俩字完了 什么完了 江山设计完了 对国母皇娘都这么下手 这个天下气数到了 气数到了吗 差不太多了 啊 这天晚上 咱们得划分两头 啊 这个有一个神仙 这神仙呢 家住在哪呢 前云山 名叫太乙真仙 太乙真仙 修炼完了 晚上吃完了饭 刷刷牙 看看报纸 跟吴正坐着呢 来串门的 昆仑山 雨虚洞 来了一个白鹤童子 送来一封 玉闸 啊 进门 师叔 哦 快坐这 快坐这坐这 吃饭了没有啊 啊 这还有 我刚剩了半碗酥片汤 啊 给您热着吧 不要不要不要 嗯 我有事跟您说 啊 你说吧 商昼天下 气数尽了 这就咱们刚才 说过目黄年那句话 啊 气数尽了 他很多事情 按部就班的 就都要推到前台来了 太乙真仙乐 我知道 是气数尽了 啊 商昼天子 信宠打击 残暴不仁 啊 是是是 然后江子牙不久就要下山了 奉师命跟您说一声 您需要安排时间把灵珠子送到人间 好 我知道了 这两天就安排 好 那您早休息啊 告辞了 告辞了 把白鹤童子送走了 您记着啊 太乙真仙要送灵珠子下湾 咱们又得换个地儿了 哪呢 有个地名叫陈塘关 哦 陈塘关呢 有人说是天津 因为我打小的时候就知道 啊 天津啊 有一地名叫陈塘关 到现在还有 有路 有道 有桥 陈塘关 那会儿的陈塘关肯定跟天津不一样 啊 陈塘关有一个总兵 叫李靖 这个李靖呢 俩儿子 大的叫金着 二的叫木着 啊 李金着 李木着 有的时候这个名字也可乐是吧 加上信就不像话了 李金着李木着 哎 夫人呢 姓殷 就是殷商的这个殷 怀孕了 啊 这一怀孕 高兴 李靖是恨不得 要一闺女 啊 夫人多吃啊 吃着足足蹦蹦的啊 生一大胖闺女 啊 夫人也 带劲 甜甜吃 啊 煮鸡蛋 一顿一盆 吃到后来一咳嗽 跟打名似的 哎呀 你想啊 陈塘关的总兵啊 因为这个 李总兵呢 当年也学过神仙 没成功 他的师父是谁呢 西昆仑 杜恶真人 说杜恶真人 可能你们不太清楚 杜恶真人呢 还有一徒弟 叫郑伦 鼻子眼很大 哦 那个 嗯 那个 嗯 他跟这个 李总兵呢 亲师兄弟 那 也是那儿小出来 但是这个 李总兵呢 没小毁人家这个啊 西溜西溜的 也没小毁 嗯 平时呢 也算是文韬五略 啊 甜甜的就一个事 就等着媳妇生孩子 好 这一等 三年六个月 三年六个月 还没生 到后来 李总兵 问媳妇 哎 你是不是 筐鸡蛋吃 嗯 就是咱家 这个生活水平 你就说不怀孕 你也能这么吃 是不是 要说没有 你就明告诉我 咱别费这个劲 真的啊 现在咱这屋里边 老闻这鸡屎味 啊 殷氏夫人 你也别瞎说八道的啊 我就不跟你这么说 我这不就为了给你们家生一大帮规理吗 哎 这天夜里边啊 这个殷氏夫人那睡觉 孕妇嘛 叫多呀 正躺着呢 现在中这儿说晚上九点多 或者十点多吧 是吧 十一点也行 咱这个人就好商量 别抬杠 你要说转天也行 凡事有这么一天 跟屋睡觉 迷迷糊糊 啊 这个门一开 要打外边 进了一老道 夫人吓一跳 呦 哪儿的人呢这是 又不认识你 就直接的进人家卧室 啊 不像话呀 夫人坐起来了 你是送鸡蛋的吗 来这老道乐乐 一伸手 手里捧一东西 鸡蛋大小 哎 晶莹剔透 红的 而且直放光 啊 夫人开心了 好 好好好 红皮的 对吗 啊 那你是谁呀 说了句 你是谁 老道没搭茬 拿这个 什么意思 让你吃 扔过去 夫人赶紧扔过来 连皮 紧肚子了 老道走了 夫人一机灵 才知道刚才是做了个梦 哎 哎 怎么没包皮啊 一愣神的功夫 哎哟喂 我肚子疼 拧着那么疼 快来人呐 你这家里边什么 丫鬟呐 婆子呀 包括这个 打三年前就请来这个 收生婆 都快忘了怎么收生了 赶紧叫快 叫快叫 喊你 不能好年了 别废话来了 快去 来活的 来活的 这帮人进来 赶紧忙活 简短结说 一会儿的功夫 生一大胖小子 前面有人呢 就跟这个李总兵说 老爷给您道歉 啊 夫人生了 啊 是吗 您看 啊 您听 小少爷哭呢 哦 不是闺女啊 呵 比闺女还俊呢 等会儿吧 一会儿的功夫 有点后边抱出来了 您瞧瞧 接着手里一看 哎哟 齐头齐脑 那么一个大胖小子 好看 长得跟个虎膏子似的 足蹦 那是的 三年半 都是鸡蛋催出来的 对吧 你哪怕种树 种花 那鸡蛋皮 搁在树根那 它那都不一样 啊 做的营养催的 漂亮 尤其这孩子 天生啊 生出来就戴着一兜兜 哎 胳膊上呢 还戴着这么一个金镯子 一老生就有 一老生就有 还有没有什么鸡蛋之类的 没有没有 好好好 高兴 母子平安 啊 高兴 这小胖小子 虎头虎脑的 爱看 过了没几天 啊 家里来串门的来了 要见见 李总病 谁啊 呃 说是前元山金光洞 太义真人 哦 好 快快有请 请进来了 这个修道的人呢 他们都认识 也都是朋友 啊 快请进来了 呦 我足蹦着 啊好好好 抱出来我瞧瞧呗 好 抱出来吧 抱出来了 真人看看 嗯 挺好 呃 您 有几位公子啊 三位 这是老三 哦 呃 起名字了吗 还没呢 哦 前两个怎么称呼 李金着 李木着 你这个名起的 行啊 好记 好记啊 哎呀 那这个孩子 我得给他起一个名字 哦 好啊 真人 您给赐个名字吧 这个名 得跟金着 木着 不能一样 那是不能一样啊 不能一样 叫什么呢 我给他起个名 叫哪吒吧 哦 好 李金着 李木着 李哪吒 嘿 李哪 不好说啊 嗯 好 那么 您 在我们这吃点素斋吧 不了不了不了 我还有事 你可记住了啊 此子与我 大有缘分 啊 嗯 该来的时候 我还会来 善待此子 真人一出门 脚架降云 啊 走了 养着小孩呗 啊 夫人也喜欢他 爸爸也爱他 聪明 又冲 平时没事呢 他爸爸这刀枪剑剑 都有 慢慢长大了 也跟着学 打个拳 踢个腿 什么呢 一眨眼的功夫 七岁 说书就这样 有话则长 无话则短 啊 小哪吒 七岁 漂亮 虎头虎脑子 长什么样呢 看看电视剧 看看连环画 就是那样的 哎呀 这年夏天 陈唐官真热呀 啊 热得不行了 哪吒把跟着他的那个管家叫过来了 啊 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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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俩管家 一叫张谦 一叫李万 啊 这是那张谦 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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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过来了 啊 不是 这是拿着个鸡腿 谁去捉鸡腿啊 是吧 热呀 是热啊 你忍一忍 立冬就好了 这家人家不会聊天 那个我想出去玩去 不能出去 外部坏人 知道吗 不能出去 没事 你跟着我 我我怕坏人 我保护你啊 不是 您别出去 万一您出去 有点什么事 我回来 跟老爷夫人 我没法交代 我又不上远处去 您上哪 天热 东海岸边 九湾河那 咱俩洗澡去怎么样 咱家有水 在家里洗 家里盆小 不得折腾啊 您要怎么折腾啊 不是 你就跟我去吧 一会就回来了 那行 那宁可说好 您得答应我 宁可别惹祸呀 我能惹什么祸呀 那咱走 走了 这个陈塘关呢 在东海岸边不远 离入海口很近 去吧 上药区谁能拦着呀 主仆人 一前一后 就到这了 小孩一见水啊 撒了花了 哎呦 太棒了 高兴 下水 呦 洋勇 洋勇 挖勇 自由勇 要多自由 有多自由勇 你还要怎么自由个勇啊 各种姿势全都会高兴啊 把他这个兜兜也剪下来了 就是一块红绸子 在水里面 祸了 他这绸子可不是一般的绸子 您想啊 灵珠子 转世投胎 他是太真人送他下凡 为什么 江子牙斩将 封神先行官就是他 所以他得先出来 这是临下山临头胎 送他的宝贝 带着那个圈 那叫乾坤圈 拿着这个兜兜 这叫混天灵 哟呦 这孩子可得意了 在水里面 哟呦 这通文啊 那两件可不是普通的东西 那是太义真人的宝贝啊 搁在水里就这一晃了 整个的水啊 呼呼呼呼呼要开 要不是外行准以为这孩子玩一热刀快呢 哎呀 玩得太开心了 在水里边连窜在梦 真开心呢 身后那浪头 一浪机一浪 浪到里边出妖精 金山竹影几千秋 云所高飞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 一轮银月滚金球 远自湖北三千里 进到江南十六州 美景一时观不透 天缘有份 花空有 再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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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缘有份 再来游 花中游 再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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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金白银子签呢 让你们浪费 你们也出会员了 那活该了那就 这个闲话少说 书归正传 接眼前文 头本封神 说这个封神榜啊 这里边有一个反义号 就是我们可爱的 咒王天子 从古至今 多少位帝王 每一位跟每一位的风格 还都不一样 其实要是弄一个书 就专门说 中国古代帝王传 也挺好玩 但是哪有时间呢 这里边有真皇上 有假皇上 半真半假 半假半真 喜剧的 悲剧的 正剧的 言情的 伦理的 各式各样的 其实真是挺好玩 你比如刚才后台聊天 他比如跟我聊的 这个王莽篡汉 就说王莽 你说也有很多改革 对国民生计方面 都挺好 他怎么就成不了 没成大事呢 最后 那么大的大汉江山 他打当劲切开了 这为什么没最后成功 我说你听他这个名字 他就成功不了 知道吗 他叫王莽 王不是皇上 莽不是龙 冲这名 你就成不了 好 好多事 其实特别简单 你给他一个合理的瞎话 他一听就 哦 当不当皇上 是他的事 怎么解释王莽 是我的事 但是最起码 这种理论 你没有听过 其实也有道理 你这王 他跟皇上差一级 王 他跟龙又短一块 他叫蛆更完了 虽然说形状不一样 是吧 咱们这书里边 这皇上呢 就是 周王 子寿 姓子 明寿 周王天子 中国古代帝王 有两大忌讳 一是不登高楼 二是不动滨海 不登高楼 就是因为周王 说这有一个楼啊 特别高 无论哪朝哪代的皇帝 走到这 说咱们上楼参观 皇上不去 有古训 帝王不登高楼 为什么 就是周王最后的结果 是在路台上放火烧死 不激励 第二帝王家 不渡滨海 宋朝有一皇上 宋末三帝之一 宋端宗赵氏 不到十岁的孩子 坐着船逃往南方 援兵追赶 打船上掉海里边的 年近七旬 老臣江万载给救上来了 江万载拿水冲走了 小皇上连京在下 到岸边 没多长时间 死了 所以帝王 第一不登高楼 第二 不渡滨海 也不吉利 就跟当官的 不到海南旅游 道理是一样 没有说当官的 到天涯海角 照相的 没有 你信不信 哥一边 但最起码是个民间机会 说做官的 到天涯海角 拍张照片 您这官 您这官到头了 你都到天涯海角了 白顺 你就得哭 哎呀 我这刚当的副村长 你看 你也就那样了 已经享受副村级待遇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当然了 这些个民间的野话闲谈 您也不必较真 我这么一说 您这么一听 他这么一乐 就行了 也不拿这么仨人 先话少说 书归正传 接眼前 我又想起了一个事 我告诉你 真的啊 我就想起我当年 这个九十年代末 在北京 我在小茶馆说书 哎 这个观众也是 有鼓掌啊 乐啊 挺开心 后来有时候听了几天 有老观众说 我们后来想了 你竟骗人 我说怎么呢 挺热闹 乐得嘎嘎的 后来一想 你没说什么正经玩意儿啊 我说你拿我 当你历史老师了 啊 你来这不就是 听我说这些个 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吗 啊 我也没说非得来了 给您上课 当你的老师 没有 家不长 理不短 咱们也聊会儿挺好的 那会儿墙上贴一条 听书两块 两块钱 你还要干嘛 对不是 聊天啊 因为这说书里边 离不开这些个 很正常 纯讲故事 那个就别干这哈了 我又不是故事辅导员 啊 评书评书 要有评论 要有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说书难就难在这儿 要用你的世界观 你的能力 去把这个故事掰开了揉碎了 给观众讲 心有多大 书有多大 你说你这辈子 连糊涂你都没出过 你一个人讲世界通史 那谁信呢 是不是啊 你这眼光 顶多到村东口到西口 就认识一共这二三十个人 剩下都出去打工去了 你说你一个人讲三国演义 谁可能相信呢 对吧 所以听书的 您就记住了 我们怎么能干好 就是多学习 那当然了 有的地方也不能完全都闹得明白 这个玩儿金无足赤 人无完人 我要是哪儿说的不对了 您各位 您就 假装没听见 一鼓掌表示你们错了就行了 凭什么人家 上文书咱们讲到了 小哪吒来在了东海岸边 要洗个澡 到这儿一瞧开心了 这孩子可不是一般人啊 本身是太义真人送来的一颗宝珠 前文书咱们说了 他妈当红鸡蛋吃的 是这么一个宝珠投胎 投胎到这家 又是陈唐关总兵 李靖的三公子 李哪吒先生 人家神仙的名字这就好听 咱们起不了这个名 李哪吒 赵哪吒 王哪吒 也不好听 站在这个海边可开了心了 拿着这个乾坤圈 攥着这个混天灵 在这个海里边 翩翩起舞 这个乾坤圈 咱们好像这个动作重复过 就是殷舟王啊 跟达姬啊 俩人弹唱歌舞的时候啊 达姬那个舞蹈 是这个动作 请原谅 我对舞蹈的见解 实在是有限 反正小孩很开心 七八岁 大胖小子 在海里边高兴 他高兴 你要真跟那玩 也就玩了 您手里这两样东西 可不是一般的 这都是他以真人震动之包 乾坤圈 乾坤圈有大我小 有一种大的 套在腰上这么晃 由于晃的时候 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 所以也叫呼啦圈 最厉害的是一种叫塑料的材料 这个东西在商朝是没有的 所以很宝贵 很宝贵 他这是小子 乾坤圈 反正您看那个京剧舞台 或者电视剧 您也都瞧见过 就这么一圈 乾坤圈 但这东西威力无比啊 很厉害 还拿着混天灵 一块红绸子 孩子跟着啊 跳一风收舞 在海里边 关键这两样 那是宝贵呀 来回一晃哟 就这么一折腾 这海里边受不了了 人家本来他的实是海不扬多 他这么一折腾那边谁受了 紧跟着工数不大 就瞧后边 就这海水海浪 一层高一层 一层高一层 小孩也害怕 跟他来那家匠 那管家 嘿 工作快回来 快了不得了 这浪头上来了 话音刚落 又打这浪头里边 您听着声音 不是我吓唬你们 可厉害了 怎么厉害呢 海浪里边 钻出一海怪来 长得什么样呢 这张脸呢 挤出挤入 什么叫挤出挤入 比如说 这是他那侧脸 脑门那么大 到眼窝 这窝进去了 到鼻子又出来了 到嘴子又进去了 到下边又出来了 这叫挤出挤入 台阶的脸 好 这大眼珠子 左眼珠子这么大个 右眼珠子这么大个 聚焦很方便 一张嘴 就这一嘴大尖牙 鼻子眼就这么大个 脑子上烫着都是卷 反正就是各种颜色吧 五颜六色的头发 手里边 拿着钢叉 身上都是鳞片 站在海浪上 什么丁大火 不行 不能这么说 这个站得很凶恶 那么说 来的这位 是谁呢 另一位 人家有个官职在这 叫寻海夜叉 就是海怪的一种 但是呢 是属于海洋生活里边 有编制的这么一个工作人员 就是在龙望跟前 不一样的工作 不一样的身份 我为了 我为了